原标题 军场竞技 宋徽宗堪称一流 在生育方面 宋徽宗也以多子多女 在中国古代帝王生育史上独领风骚 据宋史记载 北宋灭亡之前 徽宗三十一子宗室传 三十四女公主传 单凭这份官方的不完全统计 宋徽宗已经毫无悬念地 坐稳了历代皇帝中 孩子数量最多的头把交易 其实 宋徽宗被俘之前 还生有一子及赵襄 只不过 宋史宗誓传诗于记载 据宋徽宗后妃记载 宣河 七年八月四日 正 结局王室笼带 亲属可一下向推恩 这个孩子及三十二皇子赵襄 后封为韩国公 对于赵襄 靖康拜使兼政 开封辅状皆有记载 韩国公襄三岁 吉小皇子 也就是靖康之男中被俘的宋徽宗幼子 由此可知 靖康之男前 宋徽宗生有三十二子 三十四女 靖康拜使兼政 由宋人阙安 奈安边转 被汴京轮陷 金兵北规记述非常详细 因内容非常耻辱 故正识都无法记载 该书包括 开封辅状 宋人无名誓 清宫义语 金人王成帝 申吟语 宋人无名誓 宋福记 金人无名誓等七部分 由不同作者根据亲身建文 逐日记录而成 各种资料相互验证 参考价值颇高 是探究宋徽宗被俘前后生死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宋徽宗生孩子多 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耗死了 宋使评价他轻挑 算是留了面子 据靖康拜使兼正卿公义语记载 宋徽宗 七日必遇一处女 累月一次 吉利为后 续姓一次 进一阶 惠为后 除宫女六千人 能够一次才减六千公平 估计宋徽宗在位时 后宫人数不下万人 身为皇帝 太上皇 宋徽宗不把心思和精力拥在理政和御敌上 而是醉心于创作 纵情于床帝 在一定程度上 加速了北宋富郎 入京后 宋徽宗被封雷昏德宫 受尽侮辱 疲于辗转 最后 在五国城 金黑龙江省伊兰县建内落脚 期间 虽然条件差了些 空间小了些 但宋徽宗周围的女人却不少 据静康拜使兼正开封辅状记载 宋徽宗被扶持 有封号的妃嫔和女官 有143人 吴明浩的宫女诸达504人 这些妃嫔 分几个批次被押运到了金国 除去中途死亡和被金人霸占的之外 仍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宋徽宗的身边 静康拜使兼正宋伏记称 宋徽宗入国后 又生六子八女 别有子女五人 据六年 非婚得印 也就是说 宋徽宗被扶后 他的女人们共生了19个孩子 其中六子八女是宋徽宗的 骨血 而别有子女五人大都被伤 则是金人的种 宋伏记是金人所著 在涉及宋徽宗颜面方面 未免毫无顾忌 但这更提升了他的可信度 如此算来 宋徽宗被扶前后 生三十八子 四十二女 共计八十个孩子 那么 这八十个孩子的命运如何呢 先说皇子 北宋灭王贤 三十二个皇子中有七人妖室 剩下的二十三个皇子不含赵构 连同后来出生的赵极 赵柱 赵潭等六个皇子 与宋徽宗 宋亲宗一起做了王国奴 始于四十二位公主 处宫服地鸡生财州 金人不知 酷不行 宋使公主传 得以幸免外 其余的要么夭折 要么死于颠沛 要么成为金人的战利品 宫人奴役或淫乐 最后君不知所种 破朝之下 兼有婉婉 不过 话说回来 宋徽宗父子 赵氏宗氏 以及那数千名被俘官员所掌握的高度文明 最终 却为野蛮的女真族打上了永久的 汉文化烙印 据皇朝通志满洲八旗姓载 女真后裔中的伊尔根觉罗姓 其汉姓吉尾赵 黑龙将至高士族也称 觉罗者 传为宋徽 亲之后 也就是说 后来 满清的某些旺族 不排出是北宋皇室后裔的可能 这 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生育能力最强 生孩子最多的宋徽宗 所没有想到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